记录 我觉得任何事情还是需要执着 跟着自己想法去做 去走 每天大概是早上9点就到剧场 换完练功夫就到这个舞台上 然后开始对观 一般是从九点半一直队关队到下午四点半 跳了快十年的舞了 我没有一次迟到请假矿工的 我觉得应该是以身作则 给大家做好一个好的版杆 才会有很多人向你靠拢 每天上场前我都会要检查我的服装 哪里有一根线头我都会把它剪掉 化妆我是最仔细的 可能我化妆要两个小时 一定要把这个专画的 跟我所表现的人物很贴切 我会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静坐 开始进入表演状态 我所表演的这个民族民间舞 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我希望观众看到我跳舞的时候 能理解我所表达的 能跟我有同样的共识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 为什么十年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重复它 都会问我你是不是麻木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 我依然对它充满激情 因为我非常喜欢它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都会真正在一部分 都会认识 我一定会看到